今年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算得上是风头正机 经常能听到这款无人机在利比亚 阿富汗等地为美军立下汉马功劳 但是近期有报道显示美军的捕食者无人机不久之后就要退役了 正是风光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退役呢 这款无人机身上到底藏有多少传奇故事 2015年8月20日 有媒体透露了美国MQE捕食者无人机即将退役的消息 报道称 通用原子能公司生产的MQE捕食者 在服役超过20年之后将在2018年前完成退役 捕食者无人机是美军在1994年至1996年间 作为高级概念技术验证项目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 该无人机的早期型号的主要功能是侦查和搜集情报 随后 美国空军又对这款当时及众多尖端技术 于一身的新一代侦查作战飞机进行了多次赶进 在这个过程中 为其加装了地域火导弹 使其成为了美军初期查打一体无人机的代表型号 2002年3月 美国空军组建了第一支具备攻击能力的 MQEB50者无人机中队 此后 这款无人机便先后在阿富汗 伊拉克等战场上展露锋芒 即使在近几年 50者无人机依然十分活跃 2011年4月21日 也就是美英法等国全面对利比亚发动进攻的一个月之后 美国总统阿巴马正式批准在利比亚境内使用捕尸主 当时就有报道指出 这款无人机将在此次战争中 取代当时参战呼声极高的美军四代机F22 在众多有人机空袭利比亚之后 行动诡秘招数凶狠的捕尸者无人机秘密现身 成为了战场上的独行侠 不但为美英法等国联军提供了大量的战场情报 还发射导弹摧毁了利比亚多处火箭弹及炮兵等机动阵地 而在近两年中 虽然美军直接参与的局部军事冲突强度影响降低 但捕尸者依然在美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15年8月31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已经在拉脱维亚部署了两架MQ-1捕尸者无人机 与此前部署在德国的F-22战机 一起应对该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是所以让捕尸者退役 是因为它已经有了后继的机型 捕尸者相对来讲 它个头小一点 插打一体的能力不是太强 它一般只能挂两枚地域火导弹 而在捕尸者的技术上放大的捕尸者B系列 那挂弹的能力强多了 能挂八枚 那么在美军看来 捕尸者其实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实际上美军如果真的要退役这样一款捕尸者 也并非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此次美军提出将捕尸者无人机完全退役的消息 有报道透露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表示 美国空军已经做好了退役该型无人机的准备 并朝着2018年全面部署MQ-9死神无人机的目标前进 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已经在今年3月签署了这项命令 而在此之前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批准了空军将无人机空中战斗巡逻次数 由65次减少到64次 这位空军调整留下了喘息的余地 但实际上美军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要退役50者无人机的想法 早在2007年美军引入MQ-9死神无人机开始 美国空军就已经计划退役50者无人机 而随后美军先后为这款无人机设置了多个退役时间 但奇怪的是每一次都是雷声大一点小 最终便不无法冷治 然而到了去年 美军似乎突然认真起来 据报道 2014年2月26日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 美国空军部长戴布拉里·詹姆斯表示 美国空军的无人机无法在反借助作战空间中生存 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 美国空军将不再需要太多这种无人机 随后美军果然开始缩减无人机的编制 并透露将在2017年退役50者无人机 但就在人们对此信以为真之后 今年8月美军又将该型无人机的退役计划向后推了一回 要看他是否有新的技术出现要取代他 那么像比如说死神 那么他的很多作战灵能力进一步提升 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取代他的很多功能 那么如果新技术发展了 或者说有更新的技术出现 那么也会加速他退役的步伐 所以我们看捕食者离他的退役确实是不远了 刚才我们也提到目前捕食者还活动在一些像阿富汗这样的地区 在那他还曾经经历过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 捕食者无人机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发射导弹的攻击能力 美军将其视为重要的新型侦察平台 但似乎是一个离奇的事件推动了这款无人机的发展 而促成这一切的关键人物就是奥萨玛本拉登 有资料显示 2000年9月美军捕食者无人机在阿富汗上空拍摄到一组影像 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注意 在画面中由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正在进行训练 而其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高个子男子 与周围的人有着明显区别 看上去非常显眼 经过分析美国政府认定这个男子就是本拉登 当时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正在积极挤拿这个恐怖组织头目 一直没有成功 只有这架捕食者无人机发现了他的踪影 但当时的捕食者还不具备打击能力 因此无法对目标下手 美国政府认为 自己可能失去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但他们没有想到 失去这次机会竟然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时隔整整一年之后 2001年9月11日 真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了 纽约世贸双子大厦的倒塌 彻底激怒了美国政府 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下达了对本拉登的全面通缉令 而在公开讲话中 小布什也颇具深意地表示 无人机不应该只是将战场影响传给司令部 他们还应该具有直接发起攻击的能力 这段讲话不仅表示了美军要将无人机全面武器化的决心 而且似乎是在对一年前 武士者没有对当时发现的本拉登进行攻击表示遗憾 刚刚短片提到 死神无人机将会全面取代捕食者 那么这样一款无人机又究竟具有哪些优势的 2014年4月24日 在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的赫尔伯特机场内 美国空军首次曝光了一支无人机部队 这支部队装备了美军已经服役的最新型 MQ-9死神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被认为是捕食者的继任者 曾有分析指出 全面换装死神无人机之后 美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将不只是翻了一倍 死神是目前美军最具杀伤性的新型无人机之一 具有长航时多任务能力 主要是执行侦察情报收集任务 也可以执行攻击任务 美军对死神无人机的性能非常满意 以至于该无人机的作战实验刚刚结束 美军便在2007年3月组建了死神无人机中队 并将其投入战场 2007年10月27日 死神无人机首次向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 发射了一枚地狱火打弹 仅仅10天之后 阿富汗境内的死神无人机 又向武装分子投下了一组激光质的炸弹 截至2008年3月 美军利用死神无人机 对阿富汗境内16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美军之所以对死神如此信任 是因为这款无人机 确实拥有着一些空前的优异性能 有资料显示 死神无人机可以说是上一代捕尸者的全面放大版 速度达到了捕尸者无人机的三倍 其武器挂架也从捕尸者的两个增加到了六个 综合作战性能远远高于捕尸者无人机 除导弹之外 死神无人机还可以挂载精确制导炸弹 以及小直径炸弹 但遗憾的是 在最具威力的导弹方面 死神与捕尸者两款无人机挂载的 都是AGM-114地狱火反坦克导弹 为死神量身打造的新型导弹并没有出现 评价一款无人机它性能怎么样 也不仅仅说看它携载了哪个类型的导弹 我们要看它综合的性能 比如说像这个死神无人机 它的外挂点已经进一步增多了 可以挂更重的导弹 更多的导弹 不仅仅这样它航程也更远了 而且它流空的时间也更长了 它续航能力比较强 可以长时间在续航在战区地区徘徊 另外它的速度也比较快 所以从综合性能来讲 它肯定要比这个捕尸者 有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讲 像捕尸者这样的无人机 确实应该是退休了 但实际美军的无人机序列当中 像死神这样的无人机 也逐渐地成为了小角色 究竟什么情况 马上了解一下 2015年5月21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发布了一份报告 概述了美军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 利用F-35联合攻击机 作为空中指挥平台 操控大量无人机 展开所谓的空中狼群作战 这不仅意味着美军 可能会为F-35 打造一些全新的作战指挥系统 也代表着未来 美军无人机将更多参与 对地攻击的任务 目前美军对这一计划 并没有透露出过多的信息 但可以看出 美军已经对无人攻击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与F-35这样的 第四代隐身战斗机 进行联合作战 相应的无人机 也很可能会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而近年来 美军也在这方面 投入了很多精力 2014年6月21日 据我官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宣布 此前在网络上一直传言的所谓 RQ-180大型无人驾驶飞行器 的确存在 这款无人机 与此前的RQ-170哨兵无人机一样 也具备隐身能力 但重量则超过了哨兵的两倍 流通时间更是达到了 哨兵的三至四倍 相应的侦察设备 也会全面升级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 RQ-180可能仍是一款侦察机 相比之下 近年来美军大力发展的 X-47B则是集隐身 侦察打击功能于一身的 大型高智能无人机 能够自主完成对地攻击任务 甚至曾经有分析认为 X-47B的出现 意味着很多传统的 有人攻击机 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 武士者无人机 虽然是美军上世纪的研发产物 但目前仍处在世界上 先进无人机的行列 但在不久之后 这款无人机也将逐渐 步入飞机坟场成为历史 这意味着 美军对无人机的重视程度 已经超过了从前 更多更先进 无人机研制计划的曝光 代表着美军 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 正在不断加快 而这同时也提醒着我们 一场空中力量的全面变革 正在逐渐靠近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 军情最前线 我是军事官